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深山采料 鲁豫惊人发现 我看了他这两个小熊在窝里 是该仓皇离开 还是该失守救助 看了就是我看了有没有大型 如果是熊妈妈在那叫抓到我 那很凶的 我看他这已经爬不出窝了 好想都要窝死了 深山奇遇 为您讲述一段人熊情缘 下班后我就上山我喜欢采油 一般采的油有时候有人卖会卖钱 我采油我肯定走得很慢了 到时候还看油 看到他已经把一根石子 它就斑断了 我以为是哪个老找我看的 我就走到他灯面去 然后我看他这两个小熊在窝里 已经使他们斑断了 他就圈了一下 里面用的柱子圈起来 大概可能有米大 然后用草就把它捅起来捅起来 一般就可以热乎了 陈明傅今年52岁 从小在山里长大 对大山非常熟悉 捅过动物很多 有野鸡 近期鸡都有可能有三四种鸡 然后野猪 熊我以前捅过 但是只能在背后看到 一般你不打他 他还是不得 不得咬我们 就是看到他 人群的还是越来跑 他三四倍 你越来打 毛又深 你看他嘛 肯定要跑嘛 成年的黑熊 体重超过150千克 尖高接近1.9米 咬合力超过500多千克 铺子尔的母熊更是可怕 如果熊妈妈在 那就抓着我 那很凶的 陈明傅担心熊妈妈就在附近 她转身想离开 却发现两只小熊有些不对劲 好想都要握死了 我看它靠上握死了 已经爬不出我了 陈明傅撞着胆子 仔细查看着熊窝附近的大熊脚印 就是熊大压的 比较快 我看里面 它的究竟里面已经都有小草了 陈明复判断 牧熊可能一周前就离开了 喊了几声 我看了有没有大熊 我大声后 喊了几声 没反应 看到并没有大熊寻声而来 陈明复确认 熊妈妈确实是离开了 而这两只小熊 几天来肯定也一直饿着肚子 他脑袋夹了窝里 抓了窝里 他不敢看人 我一成熟 他就使用脑袋往肚子底下转 黑熊一般在每年二月份做就缠载 哺乳期约在六十八个月 陈明复共和着 这两只小熊也就两个月大 应该还在吃奶 离开了熊妈妈 她们根本不会迷失 如果我不把她带回来 那肯定有我死 如果真的要死 还是看到我的苦脸 一定要救她的命 我都把她倒起来 我一件衣服 我都把她脱了 脱了把家门扎到 是一件公的衣服 扎到就像口袋一样 在業咖啥 天力尚 黑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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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明复决定把两只小熊带回位于山脚下的老房子 512汶川地震后 全村都迁到了山外面 他和妻子也是偶尔才回老房子住上几天 三个小时后陈明复回到了老房子 夫妻俩为两只小熊做了一个舒适的窩 小家人天我就把我的旧东西穿的 就把他扒在底下 一个沙发垃圾 沙发垃圾我弄得好 然后供一个沙发垃圾就砍到了 还要往前的供 沙发垃圾就撑去了 老婆说你带了两只老熊带你这么胆大 你无法大熊带你咬的嘛 她说你简直有点胆大了 这个东西怎么会 他吃什么东西也不懂 然后我就说他肯定吃奶嘛 把牛奶倒一包拿喝一下 看他喝不喝 到了我就给他装到盘子里 第二天早上没见了 因为地下也没有啊 他就喝了嘛 证明他就喝了嘛 吃东西 快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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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对啊 买了一件牛奶 放在家里 我平时上山 我就把它带上就喝 那天就带了两个小熊 回家了我就舍不得吃了 我就把它为了小熊了 就吃了嘛 来 说一下 我把不上去 你看这个奶把不上去 两天她还是有点胆小怕怕抓到 她是干了第三天高仗 她说没事 她说我敢包 她就敢包一下了 她吃东西也就忍得到她了 快下来 身上都共争完了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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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一下 就在这次的 就在这次的呀 就在这次的呀 快说一下 不得 我给她喂两次 我 清早喂一次 就有十五点钟 我又给她喂一次 我说晚上见夜深场嘛 她只给她倒行流来 有时间我怕干到 我又给她捞一个碗 小碗给她要的水 喝到边边上 一天又一天 两只小熊跟陈鸣夫妇俩 越来越亲近 吃得更浪 你竟然是 你够得很啊 嘿 喊鱼 喊鱼 喊鱼不给你弄得吃的了 你还清晴喊喊鱼 喊鱼不给你煮得吃的了 你就没不起了 我就摸她 她又不动了 不动了 抱着 就跟她 有话话的时间 那种感觉一样 我说 最后我就跟她 水洗澡 她有这种想法去养 就是外头 我就跟她 养人养那样式 小熊被救起三天后 陈鸣夫就再次去到熊窝附近查看 想着如果熊妈妈回来了 就把两只小熊换回去 大熊他回来看 没捉影 以前拆了捉影 已经都旧了 头都已经生下草牙了 他没有来 我就不管了 我想我就把他喂了怎么 喂大了 我要他自己找得到吃了 自己扶在他嘴巴 可以找东西吃了 我就把他放了 他就能生成了嘛 我们这里 一般我们看电视 电视野的时候 他是保护动物 然后我们单位 平时还是开会 也得讲 我就知道 所以我看到他 我也就一定要救他的命 两只小熊熬熬熬带步 夫妻俩琢磨着 能不能将为孩子那样 给小熊买点家常饭 煮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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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到切的肉 把肉拿来煮熟 切成小壳壳 再得给他摘圆子一样 再洗 给他拌到后头 来 我俩都得吃 快点吃 来 快点 来 快点吃 牛奶才是他们的最爱 牛奶才是他们的最爱 被救起一周后 两只小熊已经恢复了体力 开始在陈明妇家自助玩耍 两只小熊的食量也越来越大 在家里唯一的印象很快会他们喝光 吃饭 不得了 看飞 不得了 干什么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来的 陈明妇靠谈矿工为生 家里还欠着外债 两只小熊的伙食费 逐时让他觉得有些吃力 来吃了 几经打听 夫妻俩联系到了民族市森林公安局 当时两只小熊看起来比较活泼 也比较健康 现在是陈明妇这几天 是在精进的胃 一样 好 教孩子 我们的孩子 去没有的山 也没有的 没有的孩子 没有的孩子 我哪天 我教我们的把他保护到这里 我们去的时候 这两只小黑熊应该有三十个立场 一只有四斤二两左右 一只有三斤九左右 这个我们对女人的行为 我们表示感谢 好 好 那就给他找一个安身挪脚的地方 让他能够健康的成长 对对对 好 把你送到地上去了 送到地上去 过好日子 来来来 精心护养了一周的两只小熊 最终要离开了 对于这些刚刚熟悉的家人 小熊似乎也有些不舍 带走了 他还是一直 下地方都顶着 他至少是我们无聊了他 那么多天 他肯定认得到我 他还不知道 我明显感觉 这两只小熊跟他们 已经非常舒适 对他们两个子的感情 已经非常深了 所以说这个动物跟人 感情是不同的 大只吧 进行了几个小时的隔离观察后 两只小熊被送往一家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因为我们自身不具备这个官府和养府的条件 这个东西呢 它毕竟有专业人员和专业技术 能够对这两只小熊进行喂养或者管府 德阳博爱 陆生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位于德阳动物园内 成立至今已经十多年了 救助的动物以鹰类和蜜猴为主 去年我们是救出了将近三十匹的动物 四十多只 救护中心负责人 书兆友和同事刘中文看到 两只小熊胸口有清晰的白色月牙图案 这正是亚洲黑熊的明显标志 亚洲黑熊在我国被列入二级保护动物 野生黑熊在四川分布较广 德阳动物园里也有一头黑熊 但它是在成年后才来到动物园的 对于刚出生才两个多月的小黑熊 书兆友他们也没有养育经验 四月份我们这天气还早晚还很亮 所以那天小熊如果是保暖措施不好的话 就用于干嘛或者生病之类的 第一个肯定是要保暖 这是肯定的 第二个想办法师小熊有十五可吃 首先解决这两个主要问题 为了保暖 刘忠文他们给两只小熊精心布置了一个保暖房 我们那个大屋里面放了一个被子 被子里面还有个小箱子 他冷的时候还要转到小箱子里 上面还要打一层 他冷的时候往里面 感觉到有点热 他又出来在外面 为了保暖房的清洁 刘忠文将照顾小孩子一样 给两只小熊准备了特制的尿物 我们那个药品就是很自然 就是那里是烂的那个被子啊 毯子啊 自己把它剪开剪开 肺无力用 三天洗下没脸上 因为他毕竟有我的药 他有时候打了十分 书兆友是学兽医出身 他查阅资料请教专家 钻研小熊的养育技术 刘忠文从高中毕业后 就一直从事动物饲养 他在书兆友的指导下 全方位地照顾两只小熊 两人把小熊猪的问题解决了 吃的问题就成了种种之重 开始几天猪的就学习买乳了 一次就是一个熊大概就在 一百毫升左右 一天为六只 因为这个必须少量剥产 剥产他们的效果 亚洲黑熊的哺乳期 一般在六至八个月 为了遵循小熊的成长规律 书兆友和刘忠文 特意选择了用奶瓶喂他们喝奶 没想到一上来就被小熊来了个下马威 未来的讲解很大 如果胃力分化不动的话 每天都被你抓伤 经常你抓了你还不敢动 你动它一用紧 它只要肯定 它只要走着一手给你抓了紧的 尝过几次小熊爪的厉害后 书兆友和刘忠文也摸索出了经验 为代时要尽量把奶瓶放低 现在就好多了 我们就懂得到方法不要它占那么高了 半个月过去了 两只小熊的食量越来越大 刘忠文觉得该是时候给两只小熊添加点腐蚀了 它是杂质动物可以吃苹果 有这么小的熊 我们就不知道它是啥子 现在我们就得慢慢地吃东西 刚开始不是很自然的端个碗给它吃 你端下它一脚就给你拆开了 它一脚就啥 碗大了还不得行 它脚就成了里面就弄脏了 没有合适的碗 刘忠文就自己动手做 碗有了 吃什么还得一点一点试 芝麻糊我们吃个 米糊我们吃个 它不吃 海红冠家的玉米糊不弄白糖 它不吃 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试吃 终于找到了小熊最爱吃的加糖玉米粉 住得暖 吃得饱 无忧无虑的两只小熊 开始了各种顽皮与西药 擅长攀爬的本领也更加显露出来 在自然界 年幼的亚洲黑熊 要跟随妈妈生活一年左右 学习各种生存本领 树造酒他们 也想尽量模拟自然环境 锻炼两只小熊的生存技巧 要慢慢的有意思的 要想要慢慢的是它再大一点 你就看留点菜子 或者野外弄点去割就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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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整个的给它 它自己去采释 慢慢的心发出来它又出现才不能饿 也不可能就是自己把房子 它肯定现在小伴儿的时间 放置观察一段时间能不能生存啊 随着天气软暖 有中文会经常带两只小熊到户外玩耍 在草地上撒撒花 它希望有一天 在人们的帮助下 两只小熊练就足够的搬领 重新回到秘密的山林中去